作者 尔雅 由质地有声制作 第1178集 病 上 贬胜 贬青也是他杀的 证据呢 没有 贬胜现在失踪了 音讯全无 你没有证据 我很难相信你 展昭拖着下巴看他 白木天却是摇了摇头 你不需要证据 所谓抓贼抓赃 你只要在他下一次杀人之前 抓住他就可以了 他还要杀谁啊 我猜 可能是陈墨 或者是我 杀完亲生儿子之后杀徒弟 免生是疯了吗 没准他的确是疯了 或者说 这才是他的本来面目 谁知道呢 说详细一点 展昭露出了一次感兴趣的表情 白木天点了点头 跟展昭详细说了起来 远处 白玉堂靠在一棵大树后边 已经放弃去听了 他对面一棵树后 林烨火连树皮都挠掉了 也没听着一丁点 因为附近几个下棋的老头 实在太能说了 另一边还有个练快板的 后边还有个凉亭里 做了一波喝茶的 一个老头扯着嗓门正说书呢 林烨火听了半天 展昭和白木天说的什么 一句没听见 反倒是灌了满耳朵的 刘备官与赵子龙 白玉堂看了看身后的赵普 赵普也表示无奈 三人最后都回头看 想问问英侯和天尊 有没有听到 可回过头才发现 俩老头不见了 仔细一找 俩老头正端着杯茶 拨着花生 在凉亭里听 说书先生讲三国呢 三人无奈 只能继续等 白玉堂很在意的 看了看远处还在聊着的 展昭和白木天 他总觉得莫名有些闹心 希望这次会谈快点结束 突然林烨火推了他一下 白玉堂回头 林烨火直跺脚 你家那只后背铃呢 白玉堂也猛然想起来了 可以让娇娇去听 可是白玉堂回头看了一眼 娇娇躲在旁边的一棵树干后面 白玉堂示意他去听听他们说什么 娇娇却摇了摇头 赵普和林烨火都看不到娇娇 不明白白玉堂 是把他派过去了还是没有 白玉堂则是疑惑地看着娇娇 这是娇娇第一次违背他的意愿 还是说他摇头不代表他不想去 而是他不能去 白玉堂皱眉 回想起之前白木天看娇娇的那种眼神 难道他真的能看见娇娇 怎么可能啊 翠湖边的柳树下 展昭听完了白木天的描述 皱眉看着他 你确定疯的是扁圣 不是你 还是那句话 眼见为实 不幸的话 你可以自己去确定一下 展昭点点头 白木天站起身 展昭觉得他说完了 就也决定走了 谁知白木天突然开口 你有没有看过那本恶点 大致看了些 没有仔细看过吗 为什么要仔细看 很多人并不知道自己局限在哪里 有时候你觉得自己是哪种人 可问题是 你并不是 展昭点点头 也不知道是觉得有理还是敷衍了事 他换了个话题 玉堂说你知道扁圣当年的事情 我的条件还是没变 拿金丝铃来换 可是你已经告诉我凶手是扁圣 今时不同往日 扁方瑞已经死了 我估计在高河寨也待不久 扁圣杀了扁方瑞 我才发现他彻底没救 所以靠我自己拿到金丝铃 可能性几乎没有 没准连小命都保不住 所以只能靠你们 展昭站了起来 拍拍一百 转身准备走 刚走出几步就听白木天问 你会一直留在开封府 展昭微微一愣 回头 不然去哪儿 不觉得无聊吗 行走江湖也很无聊 的确 干什么都太无聊 你也可以退出江湖 回家种地 有什么线索 我会再联系你的 说完 白木天转身走了 展昭皱眉看着他走远 仔细寻思了一下 这小子这次来 除了讲了一个天方夜谭的故事之外 大概就是告诉了他两件事 一 好好看恶典这本书 二 问他觉不觉得无聊 展昭抱着胳膊看着湖面 不知道什么时候 那半个馒头已经被鱼群吞食了 再抬起头 白木天也已经离开了 身后响起脚步声 展昭没回头 白玉堂走到了他身边 两人略站了一会儿 几乎是同时转脸看对方 白玉堂看着展昭 只是眼神询问谈得怎么样 展昭伸手轻轻一拍白玉堂的肩膀 你叔叔婶婶当年就不敢收养他 他是坏人 白玉堂皱了皱眉头 展昭听着白玉堂嘴里问出的这个小四字似的简单明了的问题 也同样简单明了的回答 他大概连人都不算 白玉堂一愣 看着展昭 展昭突然伸手一指弧面 白玉堂顺着展昭手指的方向望过去 就见岸边的湖边上突然浮起了大片大片的死鱼 此时岸边也有人注意到了河里翻肚皮的死鱼叫了起来 两边来了许多人围观 白玉堂看了看展昭 展昭也在看他 两相对视 此时都是疑惑重重 灵夜火看着河里的死鱼直皱眉 罪过一下子死了这么多 那小子跟你说了什么 赵卜伸手拍了拍前边的展昭 展昭示意 回去再说 四人往回走 而此时 原本在凉亭喝茶听书的婴后和天尊 则是已经不见了踪影 白玉堂看了看还放在桌上的茶杯 觉得俩老爷子应该是发现了些什么 远处的某个屋顶上 妖长天站在那里望着走远的白木天 这时天尊和婴猴落到了他身边 两人同时转眼去看妖长天 就见此时 妖长天两边嘴角翘得老高 笑得一口牙都露出来了 怎么样 当年真正遇到过的只有你爸 他像是得病的吗 没错 这病已经没有了呀 他怎么会得 会不会是上一辈传下来的 不会 那些得病的都烧成灰了 连渣都没剩下 那是怎么回事 没准是天意呢 想当年这病也不是谁造出来的 对不对 就跟疫病似的 突然就蔓延开了 天灾嘛 妖长天笑得幸灾乐祸 天尊和婴猴对视了一眼 一起伸手抓住妖长天两边的衣领子 喂喂 你俩干嘛 想打架吗 就你知道详情 回去告诉小的们听 阴侯和天尊不顾妖长天反抗 抓着他就往回走了 妖长天一路挣扎 干嘛告诉他们 这样多有趣 天下大乱才好玩嘛 那 死丫头 阴侯和天尊瞧了一眼 捂着心口的妖长天 心说 活该啊你 展昭等人回到开封府 进了院子 就坐下谈刚才 白木天跟展昭说的事情 展昭告诉众人 白木天说 贬胜才是这次案子的真正凶手 众人都觉得奇怪 坐下听展昭详细说 事情倒是也不复杂 据说 贬胜一直都有收藏恶点与罪点 平时经常会拿出来看 而从十年前开始 贬胜练功出现了 无法聚集内力的情况 在座不少高手 都明白这是什么意思 公孙则是不解 无法聚集内力 说明什么 这个说明 他大限将至了 他与天尊殷侯的情况不一样 武功不是自然而然形成 而是强行练上去的 所以 随着年纪增长 身体衰弱 渐渐无法承受自己的内力 一旦内力无法凝聚 最后会开始逆向流出 那是相当危险的 一旦内力开始逆流 身体很快就会垮掉的 内力少于原先一半的时候 死期就要到了 他不是有金丝灵吗 可以吃来续命的 续命是一回事 但单纯的内力消散 和内力无法聚集 导致内流是两回事 就好比说 这世上有让人死而复生的药 却没有能让人断壁重生的药吧 啊 意思就是贬胜的衰退 是无法逆转的 他应该是死定了 有一点很奇怪 他既然十年前就出现了 这种衰退迹象 为什么现在还活着 对啊 前几天不还来了一趟吗 精神意义的 白木天说了 他还能活到现在的理由了 有个神秘的少年出现了 质地有声 专注精品声音制作 感谢您的意义 就是有声音乐 有声音乐 然后我还能活到 我还能活到